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东元的SC16水晶头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桌面上这有一块华硕的主板 还有这个是东元的用于CPU安装的背板 然后这是标配的导热硅脂 还有四颗用于固定卡锯的螺丝 那么我们可以先来欣赏一下这款东元的SC16水晶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颗上盖是一个纯黄铜的上盖 那么看一下底片也是非常的亮 整个水晶头都是经过电锂环保这款处理的 那么它内部呢 冷头也是经过动员的微切割工艺的 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出厂的时候都会标配上两个 第四分之一杠八螺门的快扭 那么现在呢我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把这块C16水晶头呢 安装到这个主板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主板上呢现在有CPU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块背板呢 把主板反过来把背板按上去 那么把这四个螺丝螺丝帽都取下来 嗯 这个长盖螺丝上的这个铜螺丝是用来固定在下边 然后这个镀黑的这个螺丝呢是用来固定在CPU 这个冷头上的 也就是说黄色的是用来固定这个背板的 然后黑色的是用来固定这个冷头的 然后依次对准这个孔具 然后用手把它按住 放着来固定的孔具 然后用手把它按住 然后平放 平放 平放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黄色的相云呢 固定上去可 可以先拧上去的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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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都安装上去之后呢,依次把这些箱子都拧紧 拧紧之后,如果你晃动一下看一下,它还是不紧的话,然后接着再拧紧 好了,现在已经拧紧了,那么我们来把硅脂呢,不要给它打热硅脂了 均匀的涂抹即可 导热硅脂的作用就是使这个CPU冷头与CPU更加贴合 好了,现在倒入硅脂图好了,然后我们来安装一下C16的这个冷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C16是自带卡具的,它主要是支持intel T75 然后115,1156,1366的系列的CPU散热的 那么基本上intel系列的它都能够支持,然后轻轻的把它放下去 来看一下是否这个冷头底座和这个CPU接触 好,你可以四处看看 好的,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PU放下去 也是采取第二线的方式 好 好 好 安装好 最后呢,我们来把它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有缝隙啊 检查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还可以再把它拆下来看看 凡是否有的地方的螺丝 拧的松啊,或者是整个不太浓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拧下来检查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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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一下 这个接触面就是非常蛮好的 就是整个 它已经把这些CPU表面全部都吸附住了 接触的非常好 证明咱们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安装的时候也可以像我这样来做一下检查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你的安装上去的话 没有检查的 嗯 然后可能会存在 还是 这个 发现这个水冷散热还是效果不太好 就是说明 安装出问题了 然后再把这个固定水冷头的螺丝拧紧 好了 那么 这款冬远 ICC16水冷头呢 就安装完成了 那么 如果你在安装水管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固定帽取下来即可 现在使用这个水冷头使用这个固定就非常的方便 好了 东远的ICC16水冷头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好 好了 C Nou C游 Mind C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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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